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到美国已经是30多年了 也可以说是一个老美国了 当然我是经常跟中国大陆 所有的一些主要的教育团一起合作 然后搞一些文化交流的项目 所以说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来 我们在这欢迎蔡教授到我们中间来 然后今天我要特别地介绍一下蔡教授 蔡金东教授是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院长 巴德学院音乐与艺术教授 此前曾多年任职斯坦福大学音乐表演教授 30多年的美国职业生涯 他已成为西方古典音乐领域最活跃的中国音乐家 作为一位卓越的指挥家 作家和教育家 蔡金东曾职棒很多美国著名音乐交响乐团 和大部分中国的顶级交响乐团 他曾三次获得美国作家和作曲家协会的现代音乐奖 他多年来始终极力推动中国音乐及作品 在美国的传播是中国音乐在西方和世界范围内 传播的先驱和开拓者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蔡教授 而且今天蔡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大礼 很神秘的大礼 我们让他来介绍一下这份大礼是什么 非常谢谢你的介绍 目前我们在工作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为了庆祝今年美中建交四十周年 和美国太平洋铁路 从东到西的铁路修建成功一百五十周年 我们组织了一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作品 是一个交响清唱剧 就是叫做铁汉金钉 铁汉金钉 就是用英文说man of iron and golden spike golden spike 实际上金钉是讲的一种特殊的意义的金钉 golden spike在英文里 在美国的历史上就说的是这种 就是在铁轨上的一个锚钉 那么golden spike 又是完全是非常的形象的 去说明了美国这个铁路的这种建设的历史 所以说我们这个作品 是有八十人的交响乐团 有将近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 还有就是五个独唱演员 还有中国乐器的独奏 比如说二胡古征 还有西洋的大提琴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作品 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我是觉得我们是准备是在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 在纽约的卡尼金音乐厅首演 然后呢穿越美国的这个中西部 从这个东部一直到西部 十月六号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兵音乐厅里面 OK 所以说对 这部是因为它的起源是第二届 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的一个系列音乐会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它的题目是叫 从东方奇幻到西部壮举 对 所以这是刚才为什么蔡教授 为我们讲解了一下 为什么是从纽约开始 然后再到西部 对吗 对 就是 因为这个其中这个音乐节呢 我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平台 特别是在纽约建立一个传播中国音乐的平台 那么呢每一年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侧重点 今年的侧重点呢就是 美中的这个音乐之间的这个联系 中间的关系 特别我觉得就是特别在今天 就是我们当人们就是太多的 来注重在政治上的时候 往往你会觉得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这种矛盾 是吧 两个国家这种不同这种这种conflict 但是如果你把两个国家的这个文化 看在一起连在一起 你会觉得这个文化之间呢 就是中国和美国有了很悠远的 悠长的或者是很紧密的一种联系 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叫乐融中美 是吗 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音乐节的主要策重目的 就是叫做乐融中美 就是把中国和美国是怎么样用音乐把它们联系起来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呢 就是这个就叫交上清唱剧《铁汉金钉》 这个《铁汉金钉》呢 是描写150年以前 就是中国的劳工到美国来帮助美国建立太平洋铁路 这样一段历史 这个历史呢 在美国可以说是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中国人帮助美国建立了这个太平洋铁路 但是呢基本上就知道这么多 对 所以在这个在美国的整个这个更广泛的这种传播中 大家并不知道是多少人来修建铁路了 经过多少的艰辛 这个结果又是怎么样 是吧 所以说这个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呢 就是和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叫Gordon Chong 他是一个美国的历史教授 他是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 那么呢我们是好朋友了 我们经常就谈这段历史 然后呢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 那这个只能局限于很少的一个圈子里边 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历史事实呢 把它搬上一个艺术的舞台 对这样的话呢通过表演来使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段历史 那么就会更加的这种有情感 对吧 更加inspirational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我们两个就说 我们要搞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决定什么样的形式 是吧 也许是歌剧 也许交响乐 但是最后我们选定的呢 实际上就是这种叫交响清唱剧 清唱剧 对 那就是说交响清唱剧呢 就是有交响乐团 有合唱团 有独唱 都在舞台上 这个比较容易能够得到演出的机会 同时呢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所以说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形式 就像可以说比喻中国的作品 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黄河大合唱 对吧 那么这个黄河大合唱 它是一个一组不同的这个乐章 不同的这个歌 然后合在一起呢 又表现了一个主题 还有比如说西方的 大家知道 Handle的这个Messiah 对吧 还有很多这种清唱剧 所以都是这种形式 他把一个主题 用不同的这种形式的歌曲 然后合唱 独唱 乐队 合在一起 是非常有效果的 而且呢是很容易演出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样去做了 对 这部从这个ID的起源 一直到最后 我们即将把它搬上这个舞台 一共用时多久 我们讲这个事情 已经讲了四五年了 但是最终在工作 比较接近工作 实际上这两年的事情 而且你想这个历史 就是这样 就是150年 或者将近160年以前 是吧 当时美国的西部和东部 是非常的隔绝的 隔绝的 对 从东部到西部 要经过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间 要坐毛驴啊 就上山啊 这样才能过来 那么林肯当时就签署了一个 要建立这个东西铁路 把铁路 用铁路把美国的东西来贯冲 他签署以后呢 就把这个项目呢 就去招标给各个地区的这种大亨 是吧 这种有钱人去做 那么在西部呢 斯坦福这个人 是其中的一个人 接受了这个项目了 那他呢 本来是准备 是雇佣几千个爱尔兰人 然后雇佣了一些爱尔兰人以后呢 就发现爱尔兰人的这个效率很不高 很不高 很不高 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们好像是 工作不是特别努力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因为爱尔兰人是讲英文 那么呢 如果美国 他们来到美国以后 美国其他地方 给他们更多的薪金 他们就跑了 所以说他就 这个工程呢 进步非常缓慢 然后他比较愁畜 后来呢 就有的朋友 就跟斯坦福说 你看我们这儿有 有两三百个中国人 是来淘金的 你是不是可以试试他们 然后他刚开始 是不太愿意 去找这个用划工的 但是后来没有办法 他就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呢 这些华工是最刻苦 最勤劳 然后呢 说实在他们 他们只可以 只配他们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的钱 所以说呢 就发现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 民族 对 所以他就 有计划地开始 向中国大量地招劳工 大概据说是招了 两万到三万之间的劳工 基本上 从内华达到 Sacramento这一段 最艰辛的铁路 这一段 都是中国华工建的 所以说 从这个历史上呢 就是确实很有意义的事 而且呢 而且据说是有两三千 华工都是 都是死掉了 葬身在这个铁路的修建中 是一个 又是一个 宏伟的一个历史项目 同时又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地 有意义的仪式 能够把它搬上舞台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十月份的这一次音乐会呢 是蔡教授 直播 巴德当代音乐乐团 对 所以说呢 那为什么是巴德当代乐团 来为我们呈现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我现在主要是在 巴德音乐学院嘛 巴德音乐学院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比较专业的教授乐团 这个教授乐团呢 就是 就是叫什么 有点叫 postgraduate orchestra 就是professional 就是这些 很多音乐学院的学生 在他们读到硕士毕业以后呢 特别东部的 比如朱利亚的 或者是耶鲁 或者是这些大音乐学院 毕业以后呢 临时还没有找到工作 或者他们就是 他们的资历 精力还不够 他们的技术够 但是精力还不够 所以在这个之间呢 我们给他一个桥梁 就是 组织这个乐团呢 让他们在纽约的一些 主要的演出场地 比如说卡尼基音乐厅 林肯中心 还有其他地方进行演出 这样他们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就可以在美国 其他地方的一些 职业乐团去发展 所以这个乐团的水准非常高 所以我们决定是这样的 然后合唱团呢 就是我们用的是 都是当地的合唱团 我是目的是要有 既要有美国合唱团 又有中国合唱团 这样才能够成为这种一个 这样一个有意义的 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比如在纽约 这个卡尼基音乐厅的演出呢 我们综合了美国的一个合唱团 和中国当地的一个华人合唱团 合在一起 现在正在排练来做 然后在这个斯坦福这场音乐会呢 我们也是综合了华人中间的一个 40人左右的合唱团 再加上这个 这个硅谷交响乐团的合唱团 一起来再做这个演出 所以是 我也是很有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这些独唱呢也是 这个剧里边呢 有五个独唱演员 有一个母亲 有两个儿子 那这个母亲呢 是在中国 是吧 然后这两个儿子呢 都是跑到美国来修铁路了 然后另外一个女高音呢 是一个美国的姑娘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一个 类似于斯坦福这样的人物 就是一个大的 美国的一个大的boss 一个大老板 是吧 那么这个五个人呢 就有一种 潜意的一个故事情节 比如说 这个有一段 这个很重要一段 就等于像三重唱一样 比如母亲在家里边 是在这个 新年的春节的晚上 想他的两个儿子 然后这两个儿子呢 在美国修铁路 同时也想他的母亲 这样一个三重唱 这样一个情势 然后其他的 比如还有一个 就这个其中的一个儿子 叫阿伦 和这个美国这个姑娘 就是对唱 到底说 你是谁 我是谁 就是这种 用音乐的形式 来去展示 这个当时可能的一些 故事情节 OK 那在你们就是排练 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比较有趣的插曲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相信这种 中美之间的这种 故事和文化 共通在一起 也同样对 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员 对于他们的情感 也会产生冲击的 对吗 对 我们现在呢 就是 就是说 最集中工作 是两年之内 是吧 那么在两年以前 我们签署了一个 就是违约嘛 请这个 现在在耶鲁大学 教中文的一位教授 叫苏伟教授 由他来写词 然后呢 是我们请了这个 在米苏里大学 音乐学院的教授 周龙教授呢 来补取 所以我们决定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 任何一个 这种清唱剧 需要一个脚本 需要脚本很重要 然后这个苏伟先生呢 就是这么多年来 创作了很多小说 还有剧本 他对这方面 很有经验 特别是他在 二十年以前呢 就曾经 以这个 《中国华人在修铁路》 题材呢 创造过一个歌剧剧本 所以这个清唱剧呢 基本上是以 那个歌剧的剧本 为一个轮廓 来重新创作的 那么周龙呢 更是这个 在当代 美国可以说 当代二十一世纪 世界范围内 最重要的一个作曲家 作曲家 对 他的 他的这个 十年以前 写过一个歌剧 叫《白蛇传》 得到了美国的 普列测奖 普列测奖 对 普列测奖 他就是那个 普列测奖得主 周龙 对 对 就是 所以说 他在美国 确实是很有影响的 而且我是非常喜欢 他的音乐 而且他也是 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由他来作曲呢 我觉得这个作品 一定会很有 一定的分量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这么样形成的 然后呢 这个 作品 这个 这个 这个创作一个作品 实际上是很难的 是吧 特别是这个 这个作曲家本身 或者作词家本身 有时候是 毕业了很长时间 突然间一天晚上 就可以萌发出来 是吧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阶段呢 作品已经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然后呢 我们已经是 开始就 casting 就是说 去选演员 演员呢 五个独唱演员 那我们就想 哪个是用中国的演员 哪个是用美国的演员 什么样的声音 比如说女高音 是花枪女高音 还是戏剧女高音 是戏剧男高音 还是抒情男高音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要 一起讨论 一起策划 我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我目前的策划 这个都是很好的 所以说呢 下一阶段 就是从现在开始 实际上 合唱团 已经开始排练了 已经开始排练了 美国的合唱团 和中国的合唱团 现在是分别排练 然后从这个 9月份以后呢 就开始合着一起排练 你想在Silicon Valley这边 有一批 在美国里面有一批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实际上 很大的工程 对 可想而知 对 就是 我们除了在这次音乐会上 除了铁汉金钉 这个作品之外 好像还有一部 是周龙先生的 《山海经》是吗 对 可以跟我们 我们这场音乐会呢 主要的是 我是展示 周龙先生这些作品 是吧 那么呢 两部作品 这个铁汉金钉呢 大概要将近50分钟 这样一个作品 然后上半场呢 我们是用的周龙先生的 另外一部新作 也是美国首演 这个新作呢 实际上就叫做 这个《山海经》 对 《山海经》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古代 上千年以前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个作品 一个叫什么啊 这个《山海经》呢 讲的是一种古代传奇 是吧 比如说你挖 你挖补天啊 还有这个天上有九个太阳啊 什么这些的 是吧 实际上呢 是阐述了古代中国人 对这个宇宙 对世界的这种了解和看法 那么呢 这里面很多这种故事 但是周龙这个创的这个作品 实际上 这个过程中 它很有意义呢 就是说 他没有去 去拿这些具体的故事去做 而是呢 用这种中国人 对世界 对地球 对宇宙的观念 来创造 这个作品 所以这个作品 就叫什么 就叫交响协奏曲 这里边呢 有五个乐章 五个乐章呢 它是按照地理 这个位置来决定的 东 西 南 北 中 OK 所以就是说 它用不同的这种 这种方位 来描述 中国人对东方的感觉 中国人对南部的感觉 中国人对中间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的 确实是一个非常 既有历史感 又有这个诗情画意 是吧 同时呢 又是非常有交响性的 这样一个作品 所以它 这个作品呢 是在上海 交响乐团 今年的六月份首演的 我们呢 在纽约和斯坦福呢 是做这个美国的首演 首演 对 在上海首演呢 确实反映非常非常好的 对 我们非常期待 因为两部作品 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跟我们华人铁路劳工 这样的 一百五十周年的 这样的意义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中国 中华民族 中国人 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对 都是 就承接着我们的主题 越融中美 对 就是啊 而且英文我们叫 我把它取得叫做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那就是中国 是的 to the wild west yes 到这个美国西部 对 就是这个 实际上你看 这上半场是 虽然是中国 就是focus on中国 但实际上 是中国人 对整个世界的概念 世界的了解 对整个世界的渴望 然后下半场呢 就完全是中国人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来 去怎么样去开拓 对 去怎么样为这个世界 做贡献 对的 我觉得这个主题 非常非常地好 非常非常地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很期待啊 就是蔡教授 为我们带来的 这个 这个 斜着他的巴德音乐团 以及钟龙先生的 这些作品 来到我们中间 把这样的一个 完美 有意义 具有 尤其是在中美建交 四十周年这个阶段 的这样的一部 艺术作品 呈现给我们 硅谷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我们会在 节目的下方 节目结尾的时候 把所有的 购票的方式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节目 就到这里了 非常再次感谢 我们蔡教授 来到我们中间来 为我们讲解 这样一段 对于我们中美关系 对于我们中华民主 都有着巨大意义的 艺术作品 我们期待下一期的 《硅谷看世界》 再与你相见 再见 对于我们中华民主 对于我们中华民主